拒检逃逸還撞警車玻璃勢 開槍逮人 燈信男子原來是毒品通氣犯 遭警方抓個陣著 沒想到才跨個年 沒錢買毒 他找來另外兩名毒友 兩車三人 到新北市樹林的透天措 要闖空門 卻行切失封 七巡老太太騎車回家之後 發現住家的車庫門所遭人破壞 而進到屋內又跟兩名 竊賊四目相對 他趕快打電話報案 沒想到兩人跑走之後 住家裡頭還有一名竊賊 七巡老太太回家 看到門所被破壞 屋內遭人翻動 走上二樓 更和兩名竊賊面對面 他冷靜一對 問對方要做什麼 嫌犯眼看刑切失封 不過樓上還有同伙 先跑再說 老太太報案之後 在三樓抓到被丟包的 蓄姓男子 跟他講說請他走 真的是怕死人 好的竊賊沒傷害人 而警方能在短短四小時 抓到逃逸的嫌犯 全因為 這兩名嫌犯就先偷跑 也沒有就告知這個 再偷這一層樓的那個嫌犯 所以他就覺得說 很沒有意氣 怎麼讓他一個人就被抓了 把另外兩名嫌犯 那攻撐出來 你丟包我 我抖出你 三名竊賊順利落網 只是月初才發生 熟人心切 反綁老友母女兩人 又發生戒賊大白天潛入透天措 還差點傷人 欠安平傳 讓當地住戶心不安 記者楊朱聖授獎 新美食暴動